因纽特人用尊鱼和鹿皮做的雪橇你见过吗 他们给孩子吃的零食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大家好 我们继续因纽特人的故事 北极的气候变化莫测 虽然现在是春季 可昨晚上一场暴风雪让温度又降到零下40度 拴住他们的帐篷已经不能载住人了 他们又要重新盖一座雪屋 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寒冷 孩子们不懂的这些 只顾自己在玩着雪 小虎还做了一个雪碗 做得还挺像样子 好在有两个经验丰富的盖房能守 拴住和老表很快就把雪屋盖好了 一夜之间突然下降的温度 让帐篷变得硬邦邦的不再保暖 他们要把帐篷上的鹿皮拆下来 还有大用种 这时候到处又成了茫茫雪原 湖部迁徙变得不太现实 而他们的雪橇留在了冬季阳地 现在还没有到春季的湖边 不能制作新的雪橇 接下来的路程该怎么继续 老表和拴住不愧是经验丰富的猎人 他们就地取材 要用他们现有的东西制作一架雪橇 就是这块鹿皮和昨天抓的尊语 你没听错 就是这些东西 两个人拉着拆下来的鹿皮 来到昨天的湖面上 老表用木铲把上面的积雪敞开 拿着木棍在冰面上 凿出一个长方形的冰洞 拴住在一边把鹿皮铺开 抖落掉上面的残血碎冰 他们解开帐篷上的绳子 用刀把鹿皮平均地割成两半 再紧紧地卷起来 最后把两头用绳子绑结实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马上大家就知道了 两个人扛着卷成棍子一样的鹿皮 把他们塞进冰洞里 原来他们是要让鹿皮吸收水分 这时候既然气温在零下几十度 可水里边还是暖和在零度左右 把鹿皮都放进水里 最上边用一根木棍撑在洞口 棍子上绑着鹿皮上的绳子 第一步就算做好了 兰花在家里拨弄着海豹油灯 这时候的苔藓已经被积雪打湿洞上了 不能再当柴火 他们只能再把海豹油灯点上驱难 在烧点开水后 兰花拿出一条尊鱼 切下来一块刮掉上边的雪 这就是他们今天的午餐 没有了燃料 他们只能吃生鱼 拴住结果冻鱼就用刀切着吃了起来 看他们吃的样子味道不错 两个人都挺满意 他们已经习惯了北极气候的变化无常 悍然地接受这些 有热乎的饭菜他们很感激 没有那个条件 吃冷丁丁的生鱼一样很满足 心态真的很重要 吃完了鱼 拴住还不忘拿起一块鹿皮擦擦手 条件的艰苦 他们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 老表在帐篷里忙着刮掉鹿皮上的油脂 他已经热得光着上身 露出结实的肌肉 他们的身体是真的太好了 零下几十度的天气 竟然不穿衣服干活 这让抱着暖手宝 开着空调的小边请和一看 一看墙上的温度计 八度 我太若鸡了 小岁走到妈妈身边 玉芬递给他一对雷鸟的翅膀 这是他们上午在营地边捡到的 这只北极本地的海鸟 也受不了这突然的暴风雪 被冻死在营地边 这是老表一家的午餐 玉芬还是把两只鸟的眼睛 挖出来递给小翠吃 这是很好的食物 可以补充维生素 一般大人都舍不得吃留给孩子 玉芬还把鸟的膀胱部分 吹成一个气球 砸起来递给小翠丸 他们真是不糟蹋任何东西 玉芬切下一块鸟肉递给老表 老表接过吃了 说着鸟肉味道不错有嚼头 一只捡到的鸟 成了他们换个口味的午餐 一家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没有任何的抱怨 虽然他们昨天晚上 还在吃着热腾腾的食过炖鱼 吃过了午饭 拴柱和老表来到湖面上 把上午丢进湖水里的鹿皮拿了上来 这时候的鹿皮已经泡透了 变得很柔软 小虎也站在一旁 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拴柱要让他好好学习 以后都是宝贵的经验 他们把鸟鱼从中间一切两半 这样就成了两块平整的鱼板 可以当作木材使用 还是很好的备用食物 他们真的太有智慧了 老表把鸟鱼平整地铺在鹿皮上 然后和拴柱一起拨紧鱼板卷起来 一定要卷得很紧实 不能有空的地方 这样雪橇才可以平稳地在雪地上滑行 卷好以后用绳子 在鹿皮上一圈圈地缠绕绑紧 两头也要绑紧杂牢 再用脚踩姿势 把有缝隙的地方踩实了 一副雪橇的两个支架就做好了 这事后玉芬也在家里忙活 她再接着处理上屋老表 没刮干净的那块鲁皮 小翠在一边吃着刮下来 已经风干的迅露脂肪 玉芬把一大块 还没刮下来的脂肪递给小翠 她拿起就放进嘴里往后撕扯 想把这块肉撕下来 没想到 用力过猛一下摔地坐在地上 她穿得很厚也不觉得疼 反而被自己逗笑了 站起来接着去撕扯那块脂肪 直到把它撕下来都塞进嘴里 这才觉得满意 玉芬看着小家伙可爱的模样 也禁不住笑起来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吃的辣条 或者风干牛肉 只不过小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能嚼得动吗 看着牙就酸 又到结束的时候了 我们下一期看 伸出他们的雪橇剩下的部分 会怎么做 小翠还会吃到什么颠覆你三观的零食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期见